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148页 毁过得僧院 这一院 有同修提到 第19院跟20院 我们看老和尚 就经文 他19院 是将经文 分到 奉行六波罗蜜 坚固不退 就是经文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闻我名号 发不立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蜜 坚固不退 这是文明发心愿 那下一院 临终兼隐愿 是赋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一心念我 咒业不断 灵寿宗时 我与诸菩萨送迎现其前 今须一见 即生我差 做阿为悦智菩萨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 这是第二十 临终兼隐愿 那黄念主老居士 在这两院 是将 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放在第十九院 文明发心愿 他的二十院 是从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当然 我们看这两院 一个是发菩提心 一个是临终皆影 所以这一句 不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放在前或者后 应该不影响我们 理解这两院 而且这种善根回向 其实在前面 第十八院 就有强调了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那当然 这个 心心回向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见阿弥陀佛 假如我们 有求世间 果报 那所做一切 都翻转成 轮回的福报 善报了 这个福啊 在哪里想 还不一定 这一点 我们不要觉得 享福啊 一定是在 山山道 比方说 我们还是 情子很重 很愚痴 但是做了很多好事 有福 那有可能在 畜生到 享福报 所以不能 留恋时间 轮回 路线 摆在我们 面前 你看 那个有钱人 家里养的狗啊 都有人 伺候了 还去做美容 我们这一辈子 连一次都没做过 他还定期去做 那这个福报 不一般吧 你看他出来 散步 还得有人 伺候 在台湾 你做到 部长级啊 都不一定 旁边有人 伺候了 车还自己 开了 所以这个 福报 在哪里想 还不知道啊 所以修行人 不求福报 求什么 求能更快的 更好的利益众生 别无所求 只为 正法久住 为苦难众生 那我们这个心呢 就跟阿弥陀佛的心呢 相应了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 这个赋予善根 回向 愿生我国 放前 放后啊 应该影响不算大 当然这个同修啊 成德还 不是很了解 他的情况 那顺道啊 跟大家交流一下 学佛啊 我们当然不能 不求圣洁 有一些重要的意理啊 你要把它搞透彻 我们说 策法 原底啊 修行不能 打迷糊仗 请问大家 修行 这个 打迷糊仗啊 是不是一种性格啊 好像讨论一点事 他没什么耐心 就这样 就这样 这都是一种性格 不认真对待人 对待事物 这种性格要转掉 执行是道场啊 无需假固 不应付的 认真对待 当然你认真对待到啊 晚上睡不着觉 又过了 过犹不及 你太认真对待了 整个身心都是紧绷的 所以人要专注 但是是放松的 大家有没有曾经 很专注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靠平 累得不响 我们专注听老汉讲经 很专注啊 听完之后 神经气爽 你很专注啊 可是你身心非常放松 随着老汉上每一句法语 随闻入关 自己去感受 专注跟放松是不冲突的 所以假如 我们跟每一个人谈话 就跟听老汉讲经一样 那你应该听人家讲话也不累了 平等 平等 平等真法界 我们自己要 在心地当中去 用功 平等 平等 恭敬 那 这个性格啊 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个性格啊 就太专牛角尖了 对细节啊 有时候就是太较真 有一句成语叫无伤大雅 因为你太细节太钻牛角尖了 很容易啊 就卡住了 好像心上就是 这个 对对对 问个明白 那就常常卡 常常卡 也 从意理上啊 是常常卡住 从事上呢 就有时候会 针对细节啊 就很放不开 手去做事情 所以 这样的性格啊 很难当领导 当领导 抓大方向 好 所以这个 我们也是啊 从遇到的每件事啊 更认识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状态 你看清楚了 这些瓜 放下 所以学佛是改性格 好 一般呢 我们这个性格啊 不把它 磨圆容啊 会伤了自己啊 也会制造别人的烦恼 你很太教真的时候啊 可能身边的人跟你 辩论了半天 最后 阿弥陀佛 今天就到这儿吧 那我们上一节课 还提到 诸苦皆从贪欲起 那这一句话呢 其实呢 也是希望呢 我们别再打迷糊仗了 每天这些烦恼 到底从哪里来呢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外在的人事物啊 只是一个缘而已 因在我们身上 我们起了贪求的心啊 贪求是忘心 哪怕你求到了 你也不会快乐的 是吧 求到了会怎么样 怕失去了 你们有没有遇过 只要给我三百万 我就满足了 他真的三百万 就满足了 这种遇的东西啊 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抽烟 再让我抽最后一天 我明天不抽了 这个人戒了 这个比较难 你真正认识到 欲对自己的伤害了 你不愿意再糟蹋自己的 这个此心 永心提起来的 卫心提起来的 那什么时间最适合 right now 当下 要放下 最重要的是看不 看明白了 我在自己给自己种麻烦呢 哎呀 真的我们随着修行啊 越体会啊 人生真的是自早自演 自作自受 自讨苦之 不甘别人的事情 连鲁家都说 君子无路而不自得烟呢 人家君子处在任何境界 他也不生烦恼 随每一个缘 善用心 会修行啊 每一个缘都是提升自己的机缘 这一点是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 顺利皆家境 恶善贤良缘 这我们要会修 老和尚常常演禅宗的一句话 你会吗 大家听老和尚讲 听过几遍这一句了吧 更重要的是 问问自己啊 会了没有 会修了没有 好 忘心啊 生烦恼 而且忘心所变现的世界 都是虚妄的 都是刹那生灭的 要忘心啊 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我们实际是自己新出演绎啊 没有观察到 所以是无常的 你控制不了 你希望这个缘留住 不可能的 它刹那在变化 所以你看那身离死卑 人他就不能接受 痛苦的要死了 而这个真心呢 现的是一针法界 所以何其自性啊 本质具处 能生万法 所以你想在这个虚妄的世界 求真正的快乐 是不可能的 真心才有 我常乐我静 你说我向外求 我可以求到真的快乐 不可能 它一变化了 你就有求不得的痛苦 那真心所现的世界啊 一针法界 就像极乐世界 那么美好 因为那是自性所现的 不是分别之所 的忘心变的 所以常一针 不变 乐 真正的快乐 法喜充满 清净之乐 大家有没有念佛念到 整个心很安定 身心柔软 舒畅 在清净里面有乐 但是不能贪 我是做得了主了 手中藏出 无尽的宝物 他做得了主啊 失一得一 失始得始啊 我们这个世间 不要说外在做 做不做得了主了 身体都做不了主了 身外之物还做得了主啊 所以我是 能做得了主了 静是清净 好 那一天有 同修 问到了 这个 对自己的外貌 长相 这个 比较在意 当然这一点 也是烦恼 其实换一个角度讲 长得比较平凡一点 现在比较不危险 塞翘翁师马 烟之非福啊 我 好像有流星了一下 这些年过来 见到不少 不管男生女生 长得好看的 堕落的占 很大的比例 因为他 赶来的这些 夜远很多啊 所以假如我们长得 比较普通啊 你就想 佛菩萨加持 在这个年代 比较安全 帮助我 可以当身成就 好多事情啊 你换一个角度啊 你就不生烦恼了 你还生感恩了 这个转念很重要啊 而且啊 人啊 要看得深远 我再过没多久啊 就跟阿弥陀佛 长得一样 心要止在极乐世界啦 不要在这个世间啊 受到太多的干扰 尤其攀比啊 最让人 生烦恼 不清静 好 那当然 大家冷静想一想啊 一个人长得再好看的 你跟他认识了 跟他相处在一起工作了 请问他的好看能撑多久 一个女士很漂亮 结了婚了 跟先生一生活 这个好看能撑多久啊 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男人说 哎呀 我的太太很好看 我就满足了 我对他一无所求了 我一个都没见过 他长得好看啊 性格不好 早上娶回来 下午就吵架了 哎 可是你很好看啊 本来人家 那个好感很高啊 一下子脾气大 落差太大 反而让人家 更难接受 都觉得啊 幻灭了 所以要长得 有人缘 要长得好看 有人缘 人家一切住很舒服啊 心很柔软 这个越相处啊 人家越尊重 越爱戴 要耐久啊 不能只是花瓶 好 所以我们呢 要往自信求 不要往外求 但是往自信不是贪求了 往逆求啊 就是最重要要放下 贪嗔痴慢 放下执着 放下分别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的尘埃 一放下 本有的智慧 得能福报啊 就能够恢复了 好 我们 复习一下 上一次谈这个 第二十一愿 若有树恶 闻我明智 极致悔过 回到作善 辩持经界 怨生我差 这个树恶 我们过去生 可能有造恶 今生还没遇佛法以前呢 也难免 因为还不明理啊 也有造恶了 这都属于树恶 老人家隐了 清朝乾隆年间 慈云灌顶大师 说到的教会 所有一切经法 消灭不了的业障 这一句名号 稀能消除 你真相信这个真相了 心就很安定了 只要我肯念阿弥陀佛 没有消不掉的业 你有这个信心就有力量了 你看 信愿 你这个 希望 消除自己业障的 愿心就提起来 因为你有方法了 我们的业消 智能 智慧慢慢就拖出来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 利益他 亲戚朋友了 利益众生了 所以我们今天假如 感觉要帮别人 自己还是 好像 很迷腐 或者 好像很难 忍住脾气 柔软去对待别人 这都有我们自身的业 所以 好好念佛 调伏 这些忘心情绪 才能更好地去 利益 他人 你看我们教孩子 你不能带情绪 不然 只会给孩子 负面的影响 赶快念佛 拜佛 把这些业消掉 常常发脾气 这嗔恨心太强了 可能过去生 杀业太重了 所以这种 惩恨心 很容易就起来 他赶快消除 吻我名字 极致悔过 师长强调 这也是张家大师教的 忏悔是后不再造 不要常常又去想 又造一遍 而这个极致悔过 师长说 你想佛念佛 就是悔过了 不要再搞别的了 这个道理很圆满 因为一切法 从心想生 唯心所造 所以大臣佛法 决定不阻止后悔 后悔一次 又造一次 我相信我们听 老和尚提这个 后不再造很多次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 能放得下过去了 随着熏悉 让我们更有力量 提起 不要再懊悔过去了 赶快念佛 不然又造一次了 所以 再毁一次又造一次 这怎么得了 你何必再去造呢 你造阿弥陀佛多好 念念念想阿弥陀佛 念念做阿弥陀佛 所以这样好 所有一切业障都消除掉 这个法门 妙不可言 这就是念佛灭罪 念佛消灾阿弥陀佛是真忏悔 实在讲 知道的人 也不多 诸位同修 我们知道了没有 老师上说 知道的人不做啊 那我得是知道了 我遇到老和尚还不知道 那我不是糟蹋了 所以老和尚在菩提心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说到了 我们理论方法搞清楚了 我们都能上上瓶往生 对呀 你遇到这么好的缘 这么好的老和尚 你还定我看我下下瓶就好了 这太没自弃了 没自弃都反映在休想上 为什么 一切法中心相生 你学佛只是一个外在的语言 会把你的内在调出来 观心围绕 常常关照自己的心念 你随着你老实念佛 自己就会感觉到 念佛真的能灭罪 感觉自己身心 越来越轻松柔软 众生有缘 欲失光泽 过灭善身 身意柔软 所有吉谷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 莫不泄 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随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会增长 老实念 这些经文 都能体会得 这个时候 不用人家提醒你 念佛没有 不用了 自己尝到法味 欲罢不能 下面经文 老和尚说了 从经之后 悔过了 悔过 会呈现怎样的行为 围到做善 这个悔过 就劝发菩提新闻里面说 尊重己灵 尊重自己的佛性 我怎么可以再招待我 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佛性 这个就懂得自爱了 那他就回道做善 回道 这个道 儒家讲大学之道 佛家讲菩萨道 就是自行化他 当然从自行当中 为道 那要定会等词 要修戒定会 你不修定会了 就不在道中了 大家想一想 你没有定 就被境界给转了 就起贪吃吃了 所以 在一切境界 都不能慌张 微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可是定 谁不想定 谁也不想被境界 转了 做不了主 但是定须行也 要习定 得要下功夫 要练习 所以念佛是习定 每天 最少也要一段时间 专注念佛 将自己的定力 才能提升 不能学了老半天 遇到事情 还是慌慌张张的 当然念佛是习定 其实一切延动 都应该要细定 只是透过念佛 再把这个状态延伸到一切处 所以小俄语第一句 为什么以前的孩子都培养成小大人 很稳重 我们现在 慌慌张张 一讲话 很容易讲错 因为心都是浮躁的 又讲得很快 凡道志 重且疏 不能一开口 哒哒哒哒哒 停不下来 所以地质规 你看学理 地质规是理 这种言动 都要有规矩 走路不从容 都是习定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这是我们的目标 行住坐卧 都要定 读经也是定 戒定会一次完成 所以说做什么事 专注 就容易定 这个要自己下功夫去练习 做每件事 都安定 专注 慧虚文 会要多文法 会增长 这样我们面对境界 清楚 这个熏悉 不可少 我们自己都可以感觉到 你不熏悉 好像 自己的状况都 定不下来 遇到境界 正面不容易提起来 定课一两天 没有做完 感觉就有点荒腔左板 你有熏悉 你在境界当中容易提起正念 所以文 听文 正法很重要 修会 修会 当然 我们学佛 要清楚 是放下执着 不是执着换对象 比方 我们一听 听经 文 文法 是修会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执着了 就是 对着老和尚的波经机 才叫修会 才叫熏悉 是不是有一个执着点产生了 念佛 才是修行 你看 你念佛 你是坐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才叫修行 没有坐在那 阿弥陀佛 就不叫修行 人很容易分别执着 你入了佛门 这种 分别执着 很容易起来 所以老和尚的讲经 往往就是 或我们 可能一听什么 产生的执着 你比方 弘法立身 我们一听到弘法 马上就 脑子里就浮现了 在台上讲经 只有这样叫弘法吗 你在家庭里面 扮演每个角色都很认真 你们家就是你教化的对象 我们看很多成功的人 一谈到母亲 流眼泪了 我今天的成就都是我母亲曾经教导我什么 我母亲做哪件事 我这心里暗暗下决心 看到母亲的这些行为自己太感动了 那你说她母亲没有在红吧 我们跟灵里相当相处 看到老人就当自己父母一样 看到小孩就当自己儿女一样爱护 这不叫红吧 所以我们要谨慎 不能一听什么就 着一个像 所以你看老儿上讲经都 不要着像 你包含我们 有在讲学的人 好了 我要开始备课了 你看他的备课 有没有一个像 着像 大家不要听错 蔡老师说不用备课了 不是 蔡老师说不要备课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说啊 所以这个讲不容易 听也不容易 讲的要说而无说 听的要听而无听 听而有听又有像了 你听而有听了 就着一个像了 然后听到这个好话 我要回去用了 回去的时候就套 你听的那个因缘状况 跟你实际回到家或者团体里面 它不一定完全一样 你死般硬套了 最后反效果 成德法师的话不能听 你看我一用 搞成这样 所以 我跟这个同仁说 你要体会心境 不要把我的话 拿回去死般 用到 所以 这个像背课 你讲课前很认真的 预习 这些内容 深入这些内容 对的 可是你处事 带人接物的时候 都是备课的教材 你假如只觉得 我这个讲课前 两三个小时 叫背课了 你可能所接触一切 人事物 你就没有用心去领悟了 你假如只把课前 那个叫背课 可能你讲的 会比较理论化 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都在感悟 都在体会 你可能可以体会到 自己的问题 可以体会到 家人大众的一些心境 你这个讲起课来 契机 所以都不能出现执着点 所以你看老阿上 怕我们对念佛 产生一种向上的执着 老阿上 什么叫念佛 大家看这个念字 精心 心上真有佛 你心上真有佛了 你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主事带人接物 没有一样 不是念佛 那不是破我们对 念佛这个向的执着 所以你看 善知识的教诲 都是在帮我们放下 分别执着 忧虑牵挂 好 所以刚刚我们说文会 你听经是文会 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用佛法去思维 请问是不是 熏悉 是啊 让这个正思维 保持不中断 听经在正思维 做事 心中都有佛法 也是在正思维 所以定会 在每一个当下都在修 定会等词 做善 是帮助一切众生 学佛 帮助构条件的同修弘法 如是妙法 性听闻 这个方法 什么业都能消掉 阴藏念佛和生习 受持广度生死流 这个就是做善 而且这个善 是能彻底解决 众生的问题 他不脱离轮回 问题还是没解决 你给他一餐饭 只能解决他 一餐的饥饿 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所以学佛的人静孝 那个高度不一样 学佛人要父母离成垢 直到方成就 我们总不能眼看着 这个父母又去投财轮回 师长讲的 帮助一切众生学佛 帮助构条件的同修弘法 因为显正才能破邪 没有人把正的讲清楚了 那邪师就很赤胜 很张扬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横和山 但是邪不胜正 所以一方都有真正正知正见的 红法人才 是很重要的 当然现在红法人才 在一方 能指导别人 怎么落实经教 当然我们要指导别人落实经教 铁定我们自己要落实的 不然一讲都是理论 理事不能圆融 不能紧密结合 那谈到了 帮助 红法 师父说了 这人想发心出家 我们看看他确实阴地很纯正 有条件 我们要帮助他 看看他没有条件 他出家会害佛门 害团体 我们就劝他 不必出家 在家好好地修行 所以都不能激动 要很冷静 你一听人家 你自己很想出家出不了 一听人家要出家 特别激动 好啊好啊 结果 他烦恼习气都扶不住 一出了家了 照的业更重了 所以这个学佛 是学理智 不能冲动 所以 这都是做善 所以要智慧观机 恰如其分 出家之后 当然以弘法立身 为我们一生的事业 可是不见得 人人有这个条件 他可能在辩才方面 言语的表达方面 可能天分 不是很够 没有这个条件 就退下来 做好内户 帮助道场 我们这个团体 有一两个讲经 说法的 就成功了 大家护持他 帮助他 如果人人都想出来 弘法立身 结果一个都不能成功 为什么不能成功 弘扬佛法 讲经说法 要有上讲台 练习的机会 每个人 都把时间占去了 他虽然 有条件 因为没有时间学习 没有时间练习 有条件的人 不能成就 没有条件的 怎么练 也练不出来 结果这个道场 一个人才都出不来 所以自己应该怎么做 心里要明白 明白就是绝而不明 不能迷惑颠倒 当然这个是提醒 不要执着弘法 成德也有见过 很喜欢上讲台 这个二十多年前 成德就有遇过了 太执着 他可能 很喜欢在台上 讲大臣经典 他很引咎于那个感觉 他一执着 他一执着了 有比他适合的人 他会怎么样 排挤 排挤了 这个业就照得重了 贬挤 贬挤 排挤 所以 很多人比你适合 可是你一直走 这个 对自己 对他人 乃至于对道场 就不利了 所以 师长是 让我们 要明白 对自己的 这种 财性天分 了解 还有对我们 道场里 这些 龙修的 天分也有了解 能够 将天分 高的人 扶持 起来 当然 假如天分 都很高 这个也会 自有 佛菩萨 加持 可以到 其他的 因缘 去锻炼 老人家 老儿上 这里 最终要强调的就是 你没有 那个天分 你又 硬是要 占那个位置 这个就 会形成 基督障碍 成德 也曾经 被人家 排挤过 但是我没有 生烦恼 经一世 长一世 只是提醒自己 只是提醒自己 疾所不欲 悟 我们以后决定不能排挤别人 老上接着说了 讲台上 讲经 跟台下 服务 功德完全 相等 这是平等法 佛法 就是平等法 不一样了 就不平等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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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持的人 对于讲经的同学 不嫉妒 讲经的同学 对于父持的同学 绝不傲慢 绝不轻视 而且 而且要非常感恩 没有他们的父持 自己怎么安定 深入经障 安定讲学 就不可能 念众生恩 念护法恩 其实台上比较危险 台下 低处有道 上了台 比较高 高处有险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 讲学的人 包含我自己 显向 还生 有时候念头一偏 自己不知道 越偏 越大 我们看 静代 很多成就很高的 都是默默 无人在护法的 虚云老和尚 有一个弟子 用三昧真火 把自己给化掉了 在云 造成当地的轰动 就是个苦命的人 吃不上饭 到佛寺来 虚云法师慈悲 收留他 后来收留他的家人 都出了家了 什么 古差事都非常欢喜去干 最后成就那么高 得了念佛三昧 包含老和尚讲经 讲道 修无师 在东北 好像是极乐士 当时候在传界 这修无师去协助 帮忙 认认真真 结果 过了几天 他说要回家了 这个 有法师就说了 你不是发心吗 怎么又说要回家了 我是回西方老家 所以你看 做内户 都是 尽心尽力 不求名 不求利 这功德实实在在的 所以真的 讲台上讲经跟台下服务 功德完全相等 你在细细去分析 讲台上 得到的名 得到的赞叹非常多 名义福也 这个福报都花掉了 所以 不要羡慕 讲台上的人 我们能真心的 去护法 这一生都是功德圆满 这互相感恩 这种傲慢嫉妒 是人之常情 这是大烦恼 没有法子避免 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 所以我们修行人 警觉性要很高 有这些贪嗔 吃 嫉妒念 马上就能洞察到 不怕念疾 只怕 觉慈 为什么说 与生俱来 没人教就会了 你观察那个小朋友 一两岁 两三岁 他的弟 有弟弟妹妹出来了 爸爸妈妈 花比较多时间 照顾弟弟妹妹 他那基督心上来了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捏一下 当然那么小 也不可能反观 基督念 我们已经在修行了 那个关照自己的心念 要很敏锐了 听到人家赞叹别人 自己的心 不是很舒畅 这就是基督心 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五贤熊 不能忘了 真正名礼 心开易解 才能把这个烦恼扶住 这个明礼 明白了 嫉妒啊 对自己的障碍有多大 就不跟自己过不去了 体会 随喜功德的受用 随喜功德的 价值 你一随喜 道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 欲失勉 十个人听了你 赞叹的都去笑法 善之士 那你功德 大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 都一直跟大家谈 相应二字 真相应 生则决定生 极乐世界是 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的心形 随时要观照 跟普贤形相不相应 养成这个习惯 不知不觉 普贤形就变成我们的 生活工作 处世带人接物 你每天在忙 你的心是充实的 是喜悦的 普贤形跟性德相应 老人家 提到这个 嫉妒的烦恼 进一步举例子 来提醒我们 我们看六祖禅经 五祖传给六祖 传法给六祖 世里的大众 没有一个心服的 要想方法 把一波抢回来 把惠能害死 嫉妒障碍 人之常情 我们身在这样一个时代 当中 说实在话 大众在一块相处 没有嫉妒 到哪里去找 找不到 找不到 你看这个 六祖禅经 谈的内容 一千多年前 那一千多年前的人心 是比我们 善良 都很难避免 你看人烦恼一起来 老师的话 就靠边站了 大家冷静 观察一下 五祖传给六祖 五祖是老师 那老师传的 那你不认可 那你是说老师糊涂了 那你不是比老师厉害啊 所以你看 人那个基督心一起来了 老师就 教育就靠边站了 我们还是很容易 自己的看法排第一的 所以到场 有这种嫉妒现象 很难避免 这个老和尚也是 给我们 做心理建设 一千多年前就有了 现在也正常 决定有嫉妒 决定有妨碍 这就是天天要讲经 天天说法 天天劝导 使他自己明了 觉悟 因为道场的人 他是来求道的 他跟世间人不一样 世间人觉得 他在我上面 不行 我得把他拉下来 他有嫉妒啊 可是到道场来 大家都是要修行 但是假如 熏习的不够 他的烦恼也扶不住啊 所以老师讲经常说了 佛陀的身团 三个月不讲经啊 可能也会吵架了 所以天天劝他这个正念容易保持 古人说了一句话 三日不读书外 面目可真 我当时听到这一句话 我说我撑不了三天 修行要有自知之明啊 我一天不熏 可能扶不住烦恼了 我这个两个小时不熏 我也不是烦恼了 所以一有空 现在感谢科技是吧 波经机打开 当然要培养一种态度 波经机一打开就专注 科技啊 给我们便利 但是我们要善用 心 越便利啊 有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变得 很方便 反正我可以重播啊 重听啊 明天再听吧 这个心态啊 对法就没有那么恭敬了 所以我们听经啊 能现场听啊 当然是最好了 你看现在 疫情期间呢 现在线上上课很普遍了 是吧 那我们观察一下自己跟大众 线上上课之后啊 人上课呢 是越专心了 还是越不专心了 那假如是不专心了 是不是因为方便 产生随便了呢 所以科技啊 人的心态 没有摆正啊 你看起来科技是便利我们的 事实上是让我们 不落了 你没有办法恭敬专注听经了 你哪 哪怕 就算你那个播经机每天 放十个小时 可是我们的心态已经不恭敬专注了 很难受用了 有些人工作很忙碌啊 很少时间听经 他特别珍惜 一打开了 哪怕是十五分钟 每一句话 他都流入他的心田 放在心上去落实 可能他听十五分钟的受用啊 超过一天可以听八个小时的人 心是根本的 所以这个我们 不能忽略掉 每天要熏悉 我们培养 老和尚的音声 一听到 整个心就要安定下来 最好啊 波经机 打开以前 先给老和尚顶礼三拜 因为我们这个顶礼的过程 透过这个动作啊 会提起我们的恭敬心 再来听 调整好心了 再来听法 法气 心态调好了 这法才能承接起来 所以得天天讲经 天天说法 所以道场的学风 所以天天要讲经 老和尚说了 一个道场要兴旺 天天讲经不中断 我们看老和尚 当时在新加坡 天天讲经 我去参学 刚说在新加坡 念佛参与的人 到星期六日 七八百人都有 在里面念佛 那个磁场 很瘦瘦 天天讲经 大家那种念佛的心 修行的心 越来越切了 我们现在这里谈 弘法护法 我们得很客观的 来分析 以前弘法护法 是什么程度的人在做 护法是弘法退下来的 弘法是开悟的人 拉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 那开悟的人才弘法 很少了 弘法的人很可能 也是成年才学的了 护法呢 护法可能是热心 他不一定有弘法护 你看 弘法的差异那么大 我们还得弘 你没有很稳当的配套措施 那洪护都会出现状况 但我们 去分析 是为了把事做得更好 而不是分析完之后 怕的都不做了 都要有稳健的配套做法 所以弘法的人 要是团队协助 年轻弘法的人 不能很早就去接种了 我之前好多年轻就听老师上 讲经的时候说了 有一段时间培养了很多大学毕业生 很优秀的 很年轻 一去弘法 要去度众生 后来全部被众生度走了 一接触 很多长辈来听经的时候 都是想着给我儿子找个太太 给个女儿找个对象 他很多缘都启动了 他的道心不够就被众生度走了 所以这个接种 没有到一定定力 这个优着点好啊 所以我曾经看老儿上 当时候面对一位 讲经还很受欢迎的法师 但他说到你六十岁才出来弘法 这个其实都是老儿上关机 老儿上的爱护 但我们弟子的真能听吗 那这个就看自己的善根菩营了 有时候是自己定不住了 有时候是外在 一些人情 可以啦 来啦 就把你给拉走了 我们也有听过 我们也有听过法师分享 他们请示老儿上 是不是继续定在念佛堂 继续念佛 老儿上对 老儿上指示了 但是你有外缘 法师你不来啊 不行啊 我们这没办法了 一直人情跟你游说了 老儿上可能是观时机啊 你继续在用功个两三年 有可能功夫成片了 你没有锁住的话 老儿上这种智慧的指导就 错过了 那弘法 那真的得天天熏悉 我曾经跟一个道场负责人交流 分析这个弘护啊 结果分析完了 隔天 他到了道场啊 就开始让大家听听了 但是呢 他没听 都叫别人听 我一听啊 罪过罪过啊 你看 你看 漏了一句话 差很多吧 我应该加一句 你要带走 所以这个讲台很容易堕落啊 当领导也很容易堕落啊 为什么当领导 都是人家听我的啊 你们 你们 你们是吧 这个心态不知不觉形成了 就麻烦了 所以不能住相 不能住领导相 不能住老师相 也不能住爸爸妈妈相 你一住相 那个控制要求 傲慢 不知不觉就上来 你是我儿子啊 你得听我的 所以应无所住啊 才能用真心哦 你有住相啊 那个心态就会偏啊 所以修行难就难在 不产生执着点啊 不着相啊 这个天天熏息啊 不只是团体 包含啊 你今天不能 大家一起听经了 叫熏息 真正开会了 都不是用经教在探讨 那请问 开会的时候 不用经教探讨啊 那团体的人 觉得听经是什么 听经啊 那是理论 不可操作 是吧 那这样 熏息还会有效果吗 听的经 用在办事上 工作上 一个人 假如觉得 学佛不能解决问题啊 你说他的信心多强啊 哦 所以不是听经的时候 是熏息哦 你每一个部门的主管啊 你在开会的时候 这经教 都在处理问题 哇 这种开会 越开越有智慧了 哎呀 原来佛法管用啊 佛法能这么用啊 哦 所以 当领导的在跟团体聊天的时候啊 不兴事语啊 要再正论哦 你不能听经是个样子啊 这个部门在聊天的时候 张家传 李家传啊 你这样每天熏啊 作用都大打折扣了 那种 正知正见的熏息啊 它是连成片的 这会形成一个团体的氛围 好 不然 我们不体会的深入一点啊 全面一点啊 到时候 有啊 每天都听了 还是这样啊 我们对事都要能找出问题来啊 其实问题有时候都不在外啊 问题有时候 可能都是 我们领导者 自己的心念啊 有没有做之君啊 有没有以身作者啊 有没有接受劝谏啊 我们容易啊 言语利己 言语律人 观语在己 一听到纳见 我跟你们讲的话 你们要接受啊 都没往自己身上来 就很麻烦了 爸不能用错啊 心态一偏就用错了 师长接着说了 知道嫉妒障碍是多地狱的原因 真的知道了 不跟自己过不去啊 那到地狱去 那时间都那么长 念生死苦啊 念地狱苦啊 人容易提起菩提心 不容易随顺 嫉妒 烦恼吸气 所以不要再啊 这个道场住了几年了 最后往生到地狱去了 这个就太冤枉了 道场是激光脸的地方啊 如果我不讲清楚 不讲明白 将来你堕地狱啊 会埋怨我 你为什么当时不讲清楚 搞得现在这个样子 老阿上说 今天都讲清楚了 将来纵使堕到地狱啊 你对我没话可说 我说清楚了 你没有听没有做啊 不能怪我啊 样样讲清楚讲明白 甚至于再三地讲 那我们道场同修啊 发心扶持的 对于发心讲经的人呢 要看作自己的儿女 用这样的心态去照顾她 当然 当然 岛上也是应急啊 在说法 希望啊 大家到道场来 万修万人去啊 那可能现在 发心红法的 有年轻辈了 提醒晚辈啊 等儿女啊 等儿女啊 发心讲经的人 对于父子的常住工作人员 看作父兄啊 老婆上开了一 一剂啊 解决现在 问题的良药 就是家文化 这个真的是高度智慧啊 现在大家庭没了 大家庭对人 做人做事的磨练啊 是成就一个人一生啊 他有基础啊 人情事理啊 他从小就体会了 懂得了 现在有时候我们大学毕业了 人情事理还不懂啊 没概念啊 那怎么办 团体是他成长的地方 所以团体有家文化的氛围啊 年轻人在其中啊 这个晚辈 都爱护他们 都会 抓住机会啊 互念 引导他们 这是做之师啊 引导他们 启发他们的智慧 所以以前是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啊 现在是道义 人意为纽带的家文化 企业 团体 我们道场就是一个团体 把这个老和尚的法药 要落实在团体里面 所以 能把年轻发心 讲经的当儿女 讲经的人把父子长住 看作父兄 要尊敬 那这个团体啊 才能和睦 才能成就 才是六合径的身团 好 我们每一次 都能感觉 老和尚 苦口婆心的焦躁 这焦躁的很细致 我们 都要生起 如瓶得宝的心 不能 来得简单 我们就不珍惜了 怎么珍惜呢 我们好好落实 我们好好 做榜样 让 大众看到 老和尚的教会 是真实教会 是能做到的 那做榜样 就给大家信心了 所以六合径 团体啊 所有修学的人 在其中啊 就能不断提升了 这个 东北刘树云老师 八星 做六合小院 做得很好啊 很多人去参学啊 这个是真正孝敬老和尚啊 所以 跟善知识不是搞情子 是真正依教奉行 做出榜样来 是真正的供养啊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